说起隐身战机 或许许多人会率先想到F-22猛禽 或美国近期首飞的B-21轰炸机 而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款隐形战机 同时又是第一种参加实战的隐形飞机 F-117夜莺的名气似乎远不如后两者 有人说这是因为F-117的服役时间太短 从1983年服役再到2008年退役 美军的F-117总共也就服役了25年 在美军动不动就要飞50年100年的飞机相比 25年的时间可谓是相当短暂 为什么开创隐身战机先河的F-117会早早的退役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F-117的故事 战机隐身技术可以说是上个世纪 美苏两国研发的重要项目之一 先是美国搞出了具有一定隐身功能的U-2侦察机 率先在隐身领域气泡 而另一边的苏联也不甘落后 在击落U-2获取其技术后 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莫切夫 在1964年专门发表了一篇 关于制造隐形战机的论文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 莫斯科学院无线电工程学报上 在这篇文章中 他提出物体对雷达电磁波的反射强度 和物体的尺寸大小无关 而和边缘布局有比例关系 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很大的飞机 也是可以被设计成能够隐身的 只不过由于当时电脑科学还不够发达 还不能够计算并设计出 既隐身又能实际飞行的战机 再加上此时的苏联 虽然和美国在隐身领域竞赛激烈 但由于还要大力发展核武器 因此并未对这篇论文过多重视 到了1970年代 当洛克希德的分析师们 回顾其他国家的科学文献时 发现了乌菲莫切夫的论文 这个时候 计算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虽然当时的计算机的体积很大 内存很小 但它也能够为人类带来 无穷无尽的计算 此时研究隐形飞机的条件都已成熟 得到启发的美国设计师班李奇 立即开始着手隐身战机的研发 1973年 美国批准了关于设计建造 隐形战机的方案 要求洛克希德公司 建造两架可实际飞行的隐身验重机 李奇则亲自担任这一方案的总设计师 为了节约经费 并争取研制进度 李奇决定 大量采用现役飞机上的零部件 在接连好走了F111 B52 T2等飞机的零部件后 第一架雍兰原型机 于1977年12月首飞 新飞机采用奇特的多面体外形 完全没有圆弧的表面 看起来异常怪异 不过在试飞当中 该机成功躲过了地空导弹雷达的探测 就连空中预警机 也只能在非常近的距离侦测到它 因此在试飞成功后 美国政府当即要求洛克希德 尽快将这项技术应用到作战飞机中 美军方采取了和研制原子弹一级的保密措施 所有参与人员在工作日都需要留在基地 不得向外边走漏一点光盛 终于在1981年6月 喷涂三色迷彩的YF-117A一号机 完成各种地面测试后 在首席试飞员哈尔法拉利驾驶下首飞成功 美军决定开始大批量生产该机 洛克希德开始以每年八架的生产速度交付飞机 美国空军正式进入隐身战机时代 直到1990年8月停产时 洛克希德已经为美军制造了64架F-117 在海湾战争中 F-117大放异彩 虽然它只能内置两枚精确制导炸弹 但由于其威力巨大 一枚炸弹就足以打击敌军的指挥所 通讯大楼等关键目标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F-117战机都在充当美军战场主力的角色 只不过在战争初期对巴格达地区的空袭前 F-117飞行员的心理还是有点发触的 因为该机为了达到隐身目的 牺牲了30%的引擎效率 这就导致它的最大速度只有0.9马赫 最大航程也只有不到900公里 同时为了防止被敌方探测 该机甚至没有基载雷达 主要依靠GPS和惯性导航装置进行导航 这一点也代表该机没有任何空战能力 并且当时美军的EF-111电子战飞机 由于要先掩护F-15编队 并未在F-117到来之前就干扰巴格达地区的雷达 这意味着 首批F-117在进入巴格达的时候 是有可能被防空导弹打下来的 当时就连美国空军自己对F-117的战损率估计为5% 当晚共有30架F-117执行任务 也就是说美军已经做好被击落一架的打算 但最终F-117还是在没有电子战支持下 成功打击了巴格达地区的电信大楼 使得该地区与外界通信中断 随后该机又在轰炸多个关键目标后 全部安全撤退 对于F-117战机 洛克希德公司的一名高管是这样评价他的 在隐形技术问世前 战争的策划者需要决定的是 发动多少次突击才能拿下一个目标 然而当F-117隐形轰炸机出现以后 这个问题变成了发动一次突击 能够拿下多少个目标 不过F-117的不败战机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科索沃战争中 F-117被南联盟的地空导弹击落 这也让它成为唯一一架在实战中被击落的隐形战机 这或许是导致F-117退役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 维护工作的花费与人事成本太过高昂 也是原因之一 虽然美军只生产了几十架F-117 但其后期的维护费用仍然高昂 再加上 F-117使用的是70年代末的技术 小平面隐身技术 已经被更先进的技术取代 因此 在2008年10月 美军将F-117全部退役 以将省下的预算用来购买更多的F-22A 在宣布退役后 随即美国就公布拆除照片 这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F-117从此无缘蓝天 只能在博物馆安详晚年的时候 又突然有消息爆出 被拆除的只是最早生产的几架飞机 其余的50来架 全部完好的封存在 51区附近的机库里 近年来 51区附近经常有人目击F-117重新飞行 这表明啊 美国还在使用夜莺 并未彻底放弃它 但这也引出一个疑问 美国是否会重启F-117呢 这个问题啊 在老亨特看来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相对于非隐身战机而言 F-117的隐身能力仍然显得突出 但是因为先天设计缺陷 机头结构里塞不了足够大的雷达 使得它严重缺乏升级潜力 作为一款没有雷达的有人飞机 F-117的感知能力与无人攻击机差不多 在当前这个无人机大行其道的时代 与其重启F-117 不如去研发隐身无人机代替 而美国之所以频频飞行F-117 是让它担任假想敌任务 总的来说虽然F-117是第一代隐形战斗机 有着开创相合的举动 但这也意味着美军在开始研究时 就把它定义限制得很死 只是作为隐形作战的初步尝试 并没有赋予它更多的使命 随着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相继问世 即便是没有被击落 F-117的退役也是必然的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老亨特了解更多军事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